繼續想講關於中美貿易戰 以及清朝債券的問題 話說上一段視頻 我就清楚從歷史學的角度 解釋了1911年 湖廣鐵路所發行的 就是橫金榜債券這個事情 當時 1911年的西曆五月 清朝發行了600萬磅 分40年 每年5厘息的債券 向四家銀行借款 包括英國、德國、法國和美國 四家銀行 而 到了1911年的年底 大家知道了 是發生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建立了新政府 當時新政府 北洋政府一直有還債券 後來1927年 蔣介石建立了南京政府 而這筆債繼續有還他們的利息 還到1938年 1938年 發生了抗日戰爭 這個債券是沒有再還的 一直到1949年 國民政府的遷台之後 就沒有還了 當時1951年 這個債理論上是到期的 所以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承認了這筆債 好了 我之前那段片已經從歷史學指出了 它不是一個不平等條約 這是中國 要求西方的一些銀行 借款去支持中國的鐵路發展 所以是一個平等的借款 欠債還錢是天經地義的 問題是誰去還呢? 今天就討論這個問題了 由於呢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不承認了這筆債 如果不承認這筆債 就涉及了一個問題了 最近呢 美國 有些人提出了 就說這個債 由於連本帶利 到今天就超過一萬億美元的等值了 就可以完全將中國的 擁有美國的公債 就對了一條數 就是說戶不抵消 戶不抵債 那麼這個法律上可不可行呢? 今天就可以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其次就是有人提出 這個債 就是台灣的媒體說習近平說的 他說這個債應該用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 去追債 這個涉及到兩個政治和歷史的問題 第一 就是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 那麼 後來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中華民國 如果他是繼承了中華民國 包括繼承了中華民國的領土 大家知道了 十一段線就是這個時候提出來的 中華民國 那麼如果 你是繼承了他的領土 包括中國聲稱是繼承了十一段線 後來呢 就是割讓了兩段線 給越南 就變成了九段線 那麼如果你是承認這件事情的話 你就不能夠不承認債 Red UK 做了一段線 就不承認 Parrer 而是可以做處製的 就是 我就重新提出 屎那個自己說的 這個地方 和國際談判 問題 我們應該買看到 不是問問習近平追 好了 如果是這樣 又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 1974年 聯合國的決議案 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繼承中華民國的地位 自此之後 中國跟別人所有國家建交 都是基於所謂一中政策 one China policy 如果你叫別人向蔡英民追 等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承認 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種政治現狀是存在的 如果是 就代表兩個中國 這兩個中國就叫華獨 中華民國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的東西 就是兩個中國 這是一個政治炸彈 如果一旦承認了兩個中國 代表一中一台存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 跟中華民國在台灣 那中華民國在台灣就可以恢復行使它國際上的權利了 就是追财英文就會出現了這個政治的後果 好了 然後有大陸的網民 我看到搜狐這些新聞有報導 他就說美國 在1980年代 阿拉曼色州 就已經判了美國的債券持有人輸了 那麼我看回歷史原文 事實上並不如是 很多中文的材料是誤導的 話說當年美國的債券持有人 就向中國追討 告上了美國的地方法院 在一審判贏了 但是呢 到了二審的時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中國的代表在一審就缺席了聆訊 缺席了聆訊當然在普通法的制度下 就會輸了 這個等同江澤民 是缺席了西班牙法庭的聆訊 所以理論上 他就是歐盟的通緝犯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一樣中國缺席聆訊輸 但是到了二審的時候 中國派了一個代表去 然後提出了一條美國在1976年通告的法案 這個叫做外交主權豁免權 就說地方的法院是無權審理 涉及到主權 外國主權問題的一個案件 而這些案件呢 必須要得到當事人 就是外國 譬如說中美如果打官司的地方 一定要得到中國的同意 才可以在地方法院處理 結果呢 美國的地方法院 撤回了 她是withdraw 了這個案件 而不是打輸了 如果撤回和打輸是兩件事情 因為她是普通法國家 如果打輸了 日後的案件跟著這個法案 也會參考她 很可能就會判她輸 但是今次呢 他們提出 說法庭判了美國輸了 這個說法是違反歷史事實的 而歷史事實就是withdraw 了 withdraw 了可以上訴可以再搞的 而且呢 是美國的法案說地方法院無權審理的嘛 那麼美國呢 她還可以用什麼方法呢 就是提上國際法庭去處理 既然地方法院是不處理的 就是提上國際 譬如說海牙法庭去處理 又或者仲裁庭去處理 當然了 以中國的南海案的做法呢 就會缺席聆訊 如果缺席聆訊就像南海案一樣 往往呢 就會判了她輸也不奇怪的 債券持有人呢 去上訴打到中心法院 由地方法院提到聯邦法院打 也不是做不到 不過當然技術上是做到的 但是美國的法律程序 可能一打 這件事情十年八年 你說提上來抵消美國的 中國持有公債呢 這件事情是不是可行呢? 技術上是有困難的 但是無論如何就要申索了 澄清了以上的一些法律 以及歷史的觀點 好了 接下來就要說了 到底 中國今天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繼承清朝而來 這個說法 是不是能夠成立呢? 這個涉及到歷史學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了 在歷史學界 美國的歷史學界 有一個叫做新清史學派 由一些美國學者 日本學者 去撰寫的論述 這個新清史學派 他就認為清朝 他不是屬於中國的 是一個侵略的皇朝 或者叫征服皇朝 就是他等同元朝一樣 他是外國人 去管治中國 他當然是管治中國 控制中國的領土 但是他不是傳統的華夏民族 他們的華夏認同是不足的 因為直到晚清滅亡 仍然是有滿洲本位 滿人 其人 仍然的地位是比漢人高的 所以漢人是一個被殖民者 而他們滿人是一種殖民者 在這種情況下 1911年 所謂的漢人政權 所謂驅除塔路 恢復中華 就建立了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聲稱繼承中華民國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中華民國就要驅除塔路 所以理論上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不是繼承清朝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會 內地有一批人很憤怒 認為這樣動搖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今天 譬如說新疆、西藏、蒙古 這些領土的主權 因為 按照這套新清史的論述 這些主權都是滿洲人征服回來的 他跟漢朝 跟中國漢人的地域一樣 都是被殖民的地方 如果是被殖民的地方 根據聯合國的說法 就要解放殖民地了 所以為什麼 中國大陸的學術界 對新清史有如此憤慨呢? 或者是政治人物 對新清史的論述 都是組織其次施明的打擊呢? 背後 就有一個政治的考慮在裡面 好了,第二個問題就是 1949年 中華民國遷台 後來隔了幾年之後 就簽訂了中日和約 這個中日和約 由於1945年 日本 他是無條件投降 但是他在法律上沒有處理到領土歸還的 到了1950年代 就簽訂了中日和約 在台北 就是中華民國 以及日本政府 簽訂了中日和約 中日和約明確指出 由於當時呢 中華民國已經殺去了大陸的地方 所以呢 他是台澎金馬和南海等地 就宣佈向中華民國投降的 宣佈向中華民國宣佈放棄他們侵略的領土 所以按照國際法的合理解釋 南海 包括太平島 現在仍然控制太平島 以及澎湖列島 以及台澎金馬 台灣 甚至釣魚台 都是向中華民國台灣放棄的 所以理論上按照這種說法呢 如果你是承認兩個中國的話 那麼 台澎金馬的主權 就是屬於中華民國政府的 所以為什麼 這個債券 不能夠向蔡英文追呢? 如果一旦向蔡英文追呢 就代表南海 台澎金馬 甚至釣魚台的 所謂的申索權 在今天的台北總統府 而不在北京的 就是 中南海裡面 這就是 為什麼這個債券事件 就能夠引申出這麼多 複雜的政治問題 當然我相信特朗普是不可能 在短時間內 真的將中國的債券 就是中國持有的美債 對銷化為烏油 但是 提出這件事情 蓄意在政治層面上 在理論層面上 讓北京是相當頭痛的 甚至乎打上國際法庭上 一旦成了案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 將會受到嚴重的挑戰 今天講到這裡了 請大家訂閱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已訂閱的朋友 記得按一下小鐘 拜拜